Hello 我是宏妍 今天我要帶你們來看一個 蠻有趣的房子 這個區呢 不是亞特蘭大最好的區 可是呢 這將會是亞特蘭大以後 非常非常非常火熱 非常非常 popular 的一個區域 現在這個地方雖然說是 非常非常的 poor 沒有很好 可是因為這附近現在是說亞特蘭大 開發商 在關注的一個地方 由於 因為 微軟在兩年還是三年前吧 那父親買了一塊90英亩的地 他們要在這邊蓋一個新的辦公室 所以這地方 現在就越來越來越來 越多人想要在這邊來 買地皮啦 或是買房子來翻修 今天這個房子是 還沒有完全整修過 可是已經換過地板了 已經重新粉刷過了 好我們繼續看看吧 來一進門 你可以看到這個 可以看見 牆壁 全部都已經重新粉刷過了 地板 也還算是不錯 這個地板呢 因為之前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沒有換它 新粉刷的牆壁 廚房 廚房 這個客廳其實蠻大的 非常非常的長 他是從廚房可以直接看過來 然後一樓呢 有一個房間 可以看 一樓的這個房間 已經 已經整修過 全新的地板 防水的地板 然後 屋子裡面也被反擊 就是粉刷過了 這是一樓的廁所 在這邊 在這邊 然後廁所外面呢 這裡有一個空間 這裡空間是一個flex space 就是可以拿來當作 不同的用法 可以拿來當 打工室 也可以拿來當studio 甚至也可以把它 變成另外一個廁所 在這邊 下面看 我們現在往二樓走 二樓有兩個房間 一個廁所 地板也放過了 樓梯也粉刷過了 樓梯也粉刷過了 全新的地板 這裡是樓上其中的一個房間 這個房間也很大 全新的地板 然後這邊是廁所 這個樓上的廁所 廁所還沒有反省過 然後這是另外一個房間 同樣的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房間 移除的空間 好吧今天這個房子就看到這裡啦 這個房子是在 Southwest Atlanta area 這附近有一個新開的公園 叫做West Side Park 然後像我剛才講的還有一個 Microsoft的新的campus 將來會在這邊開幕 現在這個區域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 Flippers在這邊買房子 然後其實這個房子正對面 就有一個房子現在在 已經被人家Flipped過了 然後賣掉 我可以帶你來看一下 就在這房子正對面 你可以看到這房子正對面那個房子 藍色的門的就是人家之前 買了裝修 然後重新打掉 重新裝修的房子 左手邊那個房子呢 就在等待下一個有緣人來買它 把它給重新翻修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然後如果 不在意的話 希望你們能夠按讚 訂閱 然後開啟小鈴鐺喔 然後SOS 如果你想要看什麼 還有什麼其他 有關於亞特蘭大 Real Estate的問題的話 歡迎來聯絡我喔 掰掰